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还可以计算 计算 所以像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边 因为它是一个表格 假设我把这边把它加起来 怎么加 就是在一个表格里面 我想要快速的去做一个计算 我不用丢到以下去 我也不用拿出小算盘 直接在Word里面 它就有提供计算功能 而且计算的公式也不是很困难 就是表格工具 因为这是在表格里面 像我如果游标在文字里面 它当然就不是在表格 我现在表格这一个 我想要把这两个加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看 它有设计跟版面配置 它当然是放在版面配置 因为设计是跟美有关系的 在这里公式 那公式啊 公式在这边 它显得等于 S-U-M 瓜糊 Above Above就是上面 可是如果说你真的比较熟悉以下 你应该知道 它这一格叫什么 D-2 对吧 D-2 照样可以 这个叫什么 D-3 就是D-2到D-3 可以哦 照样可以 就是说 你看哦 假设我现在按一下确定 它是不是帮我加出来 可是 可是哦 你如果这一个改成3 很抱歉 它不会立即帮你改 你要怎么改 你必须要选到它哦 选到它 重新去定义公式 确定 它才会改 好 那你看哦 我如果换成 你们都比较熟悉了解的 就是把这个Above改成 D-2 D-2 到D-3 确定 照样可以算出来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时候你在 Word里面 Word里面哦 你不用刻意的去 跳到椅子要里面 或是跳到小算盘 教书小算盘来帮你做计算 为什么在这边算有这个好处呢 因为 因为其实 你在换 换位置来去做计算的时候 请问那个工具 你是不是至少还要做复制贴上 如果你是拿算盘 你是不是要重新打字 我都怀疑 这样子要打字 对有些人来说 那是一种挑战 我真的不骗你们 我曾经看过 明明是几十万 他可能说一百多少万 听得懂我意思吗 这个是给人的那种 就是听觉上面会觉得很奇怪 举例来说 我们台湾有五亿 两亿多 这一听就有人只要念工位的人 或者是念工位的人 他就觉得你这个人的专业是不好的 那尤其你在打电脑的时候 你拿那个小算盘 小算盘 算完的结果 请问你是不是要 按照他那个荧幕上面呈现 然后重新打一次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建议你干脆直接在 我的里面 自己做 这样子就是把它练进出 我建议你 那么一块 我建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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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议你